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Less 你这么认真看了什么 我在看最新的疫情资讯 我最近也看到有几种涉及年轻人的个案 有些是去过社交活动之后感染 有个案甚至传染给同住的老人家 我也有留意到 所以为了家人 尤其是父母还有九十多岁的婆婆 我现在都尽量减少出街 放假多数都留在家陪伴他们 对啊 始终年轻就算感染到病情也可能较轻 但万一传染了家人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高位一族 对他们的危害可以好大家 如果避免不了要出街 就一定要做足防疫措施 戴口罩经常清洁伤手 和保持社交距离 保护自己就等于保护家里的老人家 千万不要把病毒带回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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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